大家好 今天我来讲一个中国的传统饮料 茶 茶在中国的文化里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饮料 对身体特别好 今天我们从发酵程度上来分类一下茶 从发酵程度上,茶大概分为这几种 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和黑茶这几种 那么绿茶一般是不发酵的 摘以后它的制作工艺是杀青、揉拧、干燥 杀青的意思是什么呢? 杀青的意思就是摘下来以后 让它干,在一定的湿度和温度下 让它干一点 然后揉拧 顾名思义,用手抓它 让它变成一定的形状 不是这样的 用手来揉一下 最后用机器让它干燥变成茶 也就是说,绿茶、保持茶 原来的味道是最多的 所以它的代表茶就是龙锦茶 第二个白茶 白茶是微发酵的茶 也就是说一点发酵 它的程度只有5%到10% 那么它制作的过程是 尾雕和干燥 只有两种 这个和杀青的意思差不多 让它枯萎了 不要那么湿 因为湿的时候会有叶子的味道不太好 如果让它尾雕以后 它叶子的味道就没有了 全部都是茶的香味 那么代表的就是白蚝银针 上面有一层白色的 第三,黄茶 看,是黄色的 它是氢发酵茶 有10%到20%的发酵程度 它有沙青揉你 这里有一个闷黄 也就是说你揉以后把它放在一起 不要分开哦 放在一起 慢慢地变成黄色 然后再干燥 多了一个闷黄 所以它是黄茶 代表的茶叶有蒙顶黄芽 下一个就是半发酵茶了 有一半的发酵程度 50%到60% 它是尾雕做青 杀青揉拈干燥 它的工序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一点 首先呢 要尾雕和做青 做青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单词 它有一个特别的程序 做青是什么呢 把茶叶放在一个篮子上 一直这样 或者用手 一直这样 让它做青 然后再杀青揉拈干燥 和绿茶的程序是一样的 红茶 红茶大家都比较喜欢 冬天喝比较好 它是一个全发酵茶 80%到100%的发酵程度 它的做法是尾雕揉拈发酵 这里就有一个发酵了 然后再是干燥 冬天喝比较好 因为它是全发酵的 所以它的代表是震山小肿 最后一个是黑茶 它是后发酵茶 后发酵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发酵以后 再继续让它发酵 那么它有沙青揉拈 这里有一个特别的 握堆 然后再干燥 握堆是什么意思呢 把茶叶发酵好以后 一层茶叶放上湿的布 再一层茶叶 再放上湿的布 保持在一个潮湿的状态下 发酵60天左右 然后拿开晾干干燥 就变成了黑茶 那么代表的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普尔茶 普尔茶 它的颜色也是黑色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从发酵程度上 把中国的茶叶分成了这几种 好 那今天的内容你们明白了吗